第2230集 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啊 拔异的喊声显得有些无力了 他觉得自己几乎要疯了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上多久 砰 房门打开的声音传过来 拔异蹭的一声就站起来 只见叶好轩从门口走了进来 叶好轩 你放我出去啊 拔异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 他叫道 你快放我出去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招惹你了 以后我见到你 我绕行三公里行吗 这么快就崩溃了呀 看来我还是有些高估你的心理素质了 叶好轩瞥了拔异一眼 他笑道 怎么 在这个地方不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有吃有喝 还没有人来打扰你的清修 嗯 是个不错的地方 不不不不 叶好轩我求你了 你放我住你行吗 我要是再待在这里面 我会死的 白衣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 跟人这么低声下气的说话了 他现在已经不顾任何的尊严 面子了 他只想从这里快点离开 否则的话他真的会死在这里 想出去啊 你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事吗 私动你家狼尾 袭击龙椅的高管 你能坐在这里说话 已经算是我给你格外开恩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我知道错了 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爸 我爸一定会好而感谢你的 你要是道歉有用的话 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干什么呀 你应该要弄清楚自己的位置 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有些时候摇尾巴装可怜是没有用的 叶好轩 你说什么 巴以怒了 叶好轩的一句摇尾巴激怒了他 众所周知 他老子速封修行的就是妖法 他们家的行事风格 多多少少是有些诡异的 所以也有人经常会议论他们家 所以说对于这些形容词 巴以一向是很敏感 我说摇尾巴装可怜是没有用的 你现在不正是在摇尾巴装可怜吗 叶好轩我告诉你 你抓住了我是不错 但是现在我对你的忍耐心已经达到了极致 我爸最近在闭关的 如果等他出关了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哦 你真的相信你爸在闭关吗 他 他不是在闭关 那他在干什么 他要是知道我被关到这里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 你到时候 到时候你别怪我爸 他不给你面子 哦 我用得着你爸给我面子呀 你没动脑子想想吗 就算是你爸闭关了 你妈呢 你妈身体有血狼一族的血脉 脾气最薄 平时可是最宠你的 如果他知道你被抓了 以他的脾气 肯定会火猫三丈的 可是现在为什么他还没有过来呢 你没有想过原因吗 你 八一愣住了 叶浩轩说的一点也没错 他们素家在别人眼里 本身就是义类 他老子素风 修行妖法 他母亲驱使 又拥有血狼族的血脉 从一出生开始 在世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只小妖怪 这也是为什么 把以性格孤僻阴险的原因 可是屈氏脾气的确是火爆啊 如果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关到这里 他肯定不会不管不顾的 但是现在他被关在这里两天了 屈氏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就说明了问题 他不敢 想想屈氏可是一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身后有血狼一族撑腰 整个天宫里 没有几个敢招惹他的 可是这一次连他都没有办法 难道叶好轩在天宫里 真的没人敢惹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刚刚从你爸的玄境衙那里回来 而且还跟他打了一架 他的八只妖童都被我毁了六只 你觉得现在他还敢跟我斗吗 你 你毁了我爸的六只妖童 这不可能 我爸是什么人物 怎么可能会被你给打败呢 信不信有你爸 而且另外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爸从明天开始 不再暂带洪荒主事的职务 他们将会到龙眼 担任一些职务 你放心职务不低 如果你以后还想仗着他们两个 胡作非为 那恐怕就不行了 他 他到你们龙眼 担任职务 这不可能 八一怒了 他不相信叶好轩真的能打败自己的老子 他更不相信肃丰 真的能到龙眼来担任一些职务 因为他清楚 一旦到龙眼来 那就意味着他爸的职位降低了 他可是堂堂的洪荒大将 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被贬呢 这是你爸亲口答应的 因为他败了 信不信有你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你的 只是你现在的性格需要改改了 如果以后你再这样胡作非为 我保证 没有人能唬得了你 叶浩轩说的话已经带到 抛下了这一句话 他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呆呆发愣的靶蚁 于是大悦 于天王接到了密令 由他暂待洪荒荒主之职 接到这个密令之后 他久久无语 爸 这是好事啊 于风现在已经确定 接任于天王的传承 所以现在他说话 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而且除了他之外 于天王已经没有任何的传人了 他的几个弟弟妹妹 已经被毁了神远 现在都已经沦为普通人 所以说 他是于天王唯一的继承人 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再接替这个职位了 好事 你真的以为这是好事 于天王瞪了于风一眼 洪荒的情况有多复杂 恐怕你是不清楚吧 宿风的旧部几乎全在洪荒里面 我去了 绝对坐冷板凳 那可未必啊 爸 你想想 现在叶浩轩代表的就是龙傲 天宫之前就因为玄乌崖的原因 内部已经混乱得不成样子了 所以天宫重组是必须的 而重组之后一些难以拔除的 如宿风这些势力 必然会再遭遇一次清洗 叶浩轩现在既然下手了 那就肯定不会让他们死灰复燃 所以宿风的那些旧部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 他自己都被吊到龙眼做冷板凳了 他的旧部还能折腾到哪一步呢 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是有道理 细细地思索了一下 于天王觉得儿子说的话也不错 再者叶浩轩既然派你过去 那就是对你的信任 就算现在他不完全地信任你 至少这也是一种暗示吧 意思就是只要你足够忠心 以后好处肯定会更多 如果你努力一点 暂代这两个字 肯定很快就会去掉的 有道理 你说的不错 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只要我们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就算是坐上了叶浩轩的这辆车了 是啊 而且你想一下 现在叶浩轩和陈若曦代表着的就是龙傲 龙傲对他们两个是无比信任的 所以只要是紧跟他们两个的步伐 这是绝对错不了的 嗯 的确是这样 那我就不用纠结什么了 风儿 你现在长大了 哈哈哈哈 可以为为父分担一些事情了 哈 我也老大 我小了 是时候学着为父亲分纠了 只是 于宇他们几个 现在流落民间 我看着有些不忍 他们几个本来就不争气 于是的传承 注定只有一个人 当年的我 也一样是从诸位的兄弟中厮杀出来的 想要站稳脚跟 那就只有一点 就是狠 只要你够狠 那就能在这里站得住脚 他们几个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所以他们去吧 爸 有机会 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回于瑜伽吧 他们毕竟还年轻 有些时候看的事情可能过于简单了 只要他们以后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就是了 哼 我们瑜伽是不可能要一些废人的 我们传承雷霆之力 他们几个现在已经失去了神远 就是废人 我是不可能 再让他们住进我们瑜伽的家门子 可是 于风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是被于天王打断了 好了 不用说那么多了 明天我就去洪荒任职 你随我一起去吧 张张见识也好 于天王一挥手 大步地离开 看着于天王离开 于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觉得 是时候见见那几位兄弟姐妹们 一个酒吧里面 于宇一身服务员的打扮 穿梭于人群中 一个不小心一杯酒洒出来 倒在一名客人身上 那名客人当时暴跳如雷 仰手要抽于宇耳光的时候 这才发现 于宇还算是有几分自责 于宇不停地道歉 他收拾着地上的东西 失去了神员之后的他 在这里充当服务员 鱼雷和鱼店 同样在这个地方打扎 嘿嘿嘿 妹子 对不起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我身上这件衣服 是多少钱吗 那名客人不怀好意地笑着 伸手 向于宇的脸上摸去 要不你陪我喝两杯 这件衣服就算了 我就不让你陪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于宇道着歉 闪躲着那个大汉伸过来的手 经过这段时间的普通人的生活打磨 他们姐弟三个已经习惯了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也习惯了低头 这要是还按照于宇以前的比起 这人敢对他动手动脚 他直接一个雨追 就戳破对方的脑袋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这要是有用 这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规矩了 嘿嘿嘿 那名大汉黑黑着 一边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这个酒吧本来就不是什么正规的酒吧 这里面鱼舌混杂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本来鱼语是不适合在这里工作的 可是没办法呀 为了升级 他只能强撑着 他们兄妹几个早二十年根本就没有学过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当真正出事的时候 他只能咬着牙坚持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现在鱼雷病倒 他和鱼店只能在这里乘着 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突然 一条人影扑过来 一个酒瓶就摔在大汉的脑袋上 大汉惨叫了一声净声 来人正是鱼店 他丢掉手里的碎瓶子 死死地盯着那名大汉 他妈的这小子敢打我是 活得不耐烦了吧 人都死哪里去了 给我揍他 往死里揍 大汉大怒 他捂着血淋淋的脑袋 死声叫道 一群人从周边冲过来 把鱼店给放到 拳打脚踢了起来 鱼店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脑袋 他硬着气一声也不吭 妈的敢打我 你是想死 大汉骂骂咧咧地 走上前去 对着鱼店狠狠地踢了两脚 正当他要下死手的时候 一条人影突然涌了过来 同时一股旋风凭空吹起 那些围在鱼店身边的人 都被卷得七零八落了 鱼丰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看着依旧死死地 护着自己脑袋里鱼店 他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这是他的弟弟 曾既何时 也是嚣张无边的存在 可是现在 他被一群普通人给欺负成这样 而他今天的结果 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这让他有些愧疑 你 你是什么人 一看鱼丰气度不凡 而且出场自带旋风 大汉又惊又怒 你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